哈喽大家好,我们是来自济盛满航的度眼龙show 我是你们的百屋,E-Central 我是你们的师傅,Simon 那你们是不是很久没有听到我们这个开场白呢? 那我们每一天晚上7点主持发布影片,对不对? 那你们如果有一次在追我们影片的人,你们就有发现到 诶,我们断根了一个月,那我们还没有跟大家交代 那这一个影片呢,就是给大家一个交代 为什么我们会失踪一个月那样子,OK? 那其实呢,这个月呢,不止这个月啦 就是三个月以来呢,都是非常的忙碌 因为呢,我们的这个济盛满航,如果你们有看到的话 我们在一个不同的地方,就是我们的庙搬迁啦 所以呢,因为我们要搬迁庙第一点 所以变成呢,我们从旧的地方的时候要收拾的时候呢 就变成非常非常多的东西要收拾 所以变成呢,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又要再收拾 就是,我跟你们说,我们两个人在一家升台的东西 总共有了几个Lolias? 差不多三个二十车的Lolias 对,很夸张 真的有点夸张,OK? 所以呢,我们就一定要有一些时间啦 而且呢,其实这个搬迁来说的话呢 有点,就是蛮感的 就是,呃,在一个月里面我们要弄好全部东西 然后搬,然后找地方,找到一个新的地方来搬 因为呢,刚好合约到期 然后过后,呃,这个屋主方面的话呢 他的这个父亲要回家住 这样子一个概念 所以呢,我们就会比较的匆忙的去搬 所以变成我们其实也不知道我们要搬了 但是,就是有一个突发状况 所以变成呢,这个是我们完全没有预算到的东西 所以呢,我们要跟大家说一声抱歉 为什么我们一个月停更 虽然是说呢,我们每一天7点晚上主持发布影片 对不对 那我们现在呢,因为,呃,搬了过来过后呢 我们做什么,Simon? 就是要按神台 对,然后呢 要重新按过 嗯,这个五鹰啊,五雷啊,五鬼啊 还有神台啊,神明啊,还有这里本身新地方的这些地主啊 全部要重新的在按过 然后全部要请过来 然后如果你们有看我的story 你们就知道我们的神台啊,太子在旁边 然后,呃,一起 那个乡全程点着 来到我们新的地方 然后再加上呢,我们,呃,如果你们没有开庙的人 你们就不会明白 因为,呃,来到新的地方的时候呢 我们就要去跟这里的灵体 还有这里的神明 还有这里的地主 还有这里的土地去沟通 所以的话呢,需要蛮长一点时间的 所以就拖到啦 然后再加上呢,我们同时 其实这两个月里面 如果你们有看到我们的Facebook啊 我们的Instagram啊 或者是你们有看到我们的直播啊之类的 你们就知道有多么的happening 因为我们每一天都 几乎在外面 对,我们都要出团 所以呢,几乎哦,我们是没有回庙了 有时候可能去到,呃,那个别人的庙啊 然后我们就在那边过夜啊之类的 因为呢,都是长途嘛 我们,从我们的庙 触发到其他人的庙去交流的时候 就是蛮长的路程 所以,我们跟我们的团队全部 我,几乎没有睡觉 就是,OK,我们虽然我们是年轻人 但是,一直这样子没有睡觉 也不是很好的办法,对不对 然后小爱同学啊,妮妮同学啊 我啊,Simon师傅啊 全部生病 耶,OK 就是因为,难道 对,然后我们又要请神啊 又要跳筒啊 然后又要开直播,又要拍影片啊 然后很多很多东西一次过来 然后我们应该是在一个月,两个月里面 几乎每一个礼拜都有游神耶 我们去了很多间庙 然后呢,那个影片都还没有空放出来 我们都不知道拍了什么 然后,OK,所以呢,我们会时间慢慢来 然后我们就会开始update给你们 在我们的YouTube 所以呢,你们看到这支影片呢 就是一个交代澄清影片啦 就是说,诶,我们明明就答应大家 为什么每一天,每天晚上七点主持发布影片 但是又断根了呢 就是会有这种突发状况啦 这个是我们没有预算到的 然后呢,我本身 因为我们已经答应了别人嘛 答应了大家,观众们 所以呢,我是本身有点内疚 所以我就很想要一直赶快赶快去做 但是呢,就是有时候 你越要做一个东西 就越 越 越 就是会有东西 顶住这样子 所以变成就是很忙 然后呢,我就注重在我们庙 还有我们的这个 西洋法,就是百务是以前染这里的 这些顾客啊,仪式啊,上牌啊 还有大家下的单 还有法会先出给大家先 这个是我对我的客人们负的责任 然后呢,再来就是 游行方面我们一定是 因为人家那么诚心的邀请我们 我们一定要到到他们的地方嘛 所以变成我们的团队啊,全部 幕后啊,包那些糖果啊,带令旗啊,什么啊 之类很多很多很多事情发生 所以呢,再加上我们游行室也很累 所以我现在特别感谢我们团队的大家 OK,大家 好彩我们继续网团队全部是年轻人 我跟你讲 你换那个多十年,老多十年的人都 没有办法再做的 我跟你们说 所以呢,Saman,你有什么要补充吗? 就是我们断根了 这样子 就是说,这几个月以来 我们的Schedule都是很满的 所以没有一些空间好去 要Edit Video啊,或者要拍啊 所以我们的Schedule满到 又搬家 对 然后搬了新地方 又要按神 又要重新弄过 又要收拾 然后,刚好每个星期都有游神 嗯 就是满满的 对,超级无敌满 然后满到我的Social Media 我的Instagram 有时候都没有更新的 OK 连电话,WhatsApp都没有时间去看 对,然后我们一开 诶,怎么讲到Message 就是那种 所以变成呢 我们现在已经在开始慢慢的回复啦 所以呢,可能我们现在 因为我们现在还是很在忙着 然后再加上 呃,Simon家里出了一点事情 然后我们要突然间 要赶回家乡 然后我们应该也会Vlog 然后给大家知道大概 诶,发生了什么事情 然后呢,我们本来 是在计算满航拍影片嘛 每天 然后过后现在变成可能 我们有这些突发状况啊 或者计划搞不上变化的东西 可能我们就要在外地 还是别的地方 或者是我们家乡 就想办法去拍影片给大家 所以我们就带好我们的器材过去啦 我们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因为很多事情都是突然间来的 所以我们也不懂 我们要回去多久啊 之类的 所以呢,我就在这里 所以我们就澄清关于到 我们断根的这件事情 所以其实在这个断根啊 我们有内疚 有奋斗 有在那种心理不太高兴 因为我们已经答应了嘛 然后变成呢 就是会有很多的内耗啊 很多的伤心 很多的压力 但是呢 其实这个东西是没有预算到 所以如果没有今天发生的这件事情 我们也学习不到一个东西 所以变成我是觉得 这个是一个非常好对我们的考验 再加上我们一直去别的地方交流啊 再加上我们一直去接触人们啊 就是我们的团队也好啊 我们计算满行 还有内部跟我们对外的朋友们的交流啊 庙友啊 师兄 师哥 师姐 师妹之类都好 都是一个非常好的成长 让我们可以更多更多的去了解自己 了解别人 了解大家 大众们 就是全部人都可以一起去配合 所以我是觉得这件事情是非常好 但是呢 还是要跟大家说一声 对不起 因为呢 我们自己答应人 我们每个晚上7点出18部影片 但是因为这些突如其来的状况 所以我们变成断根了 所以呢 我们在这里就要陈心的跟大家道歉啊 然后我们基神满行还会 越来越好 然后做越好的东西给大家 不会让大家失望的 然后呢 我们还是依然讲的那一句话 就是我们基神满行对龙兽每天晚上7点准时发布影片 因为呢 我们可能现在这一个月两个月可能我们会有一点断根断根断根 但是呢 没有讲出这句话你就没有推动力 所以我们还是坚持 我们每天晚上7点准时发布影片 所以呢 大家敬请期待 我们做不到都会做到给大家 所以我们会尽量的 然后我们没有编排好我们的时间 没有编排好这些 如果突如其来这种Emergency的状况啊 紧急状况来啊 或者是那种时间突然间撞到的 我们没有去预算到这一个事情的发生 所以变成这个也是我们要去多多去磨练的一个东西 所以的话呢 终于这个影片我已经等了很久 那时候有在直播 大概有跟大家讲我们断根为什么啊之类的 所以呢 那时候我还生着病 你们可以去看那个直播 整个已经没有声音了 然后又在别人的喵这样子一个概念 所以呢 其实我这个影片已经是很久了 我要做这个影片 因为我内心很过不去 因为我们断根 然后我们答应了人 因为我自己本身的话 我答应了人的东西 我做不到我有点 就是心不安啊 心里很不安定的感觉 所以呢 就是会有这样子的事情发生 所以呢 这个影片终于还是做出来 讲出来给大家啦 然后大家也可以看到这个影片啦 然后我们现在还要赶去机场 然后现在是几点啊 4点凌晨 OK 小一同学在拿着灯 你们知道吗 他在那边这样子拿着那个灯用手 OK 因为我们在赶这时间 我们等下快快要拍啦 Gash 我们就要走了 然后要回家想一下 然后现在是半夜4点 已经半夜4点了 然后 有什么我们再继续update给大家 那这个影片交代 曾经的影片就到这里先结束啦 所以呢 我们是鸡舍满航度眼龙show 我们鸡舍满航度眼龙show 我们鸡舍满航度眼龙show 每天晚上7点 准时发布影片 每天晚上7点 每天晚上7点 7点 准时发布影片 记得帮我们订阅按赞分享 还有在下面留言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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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托